大家好,我是阿特社区的刘老师 关注我们朋友应该都知道 从去年年底开始 我给大家连着发了两个大的福利 先是12月底创建了一个黄金交易教育群 带着大家做多黄金 从1700次一直多到了1960 然后2月份又创建了一个高胜率机会分享群 进群的朋友每天早晚都可以听我们的策略直播 不光收获了交易知识 在示范当中也跟上我们的策略 体验到了赚钱的这个美妙 但是通过这次活动发现 其实不少的朋友基础还是非常的薄弱 对于外卫市场的了解也是不够透彻 而这个群给他们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决定以后这个群 作为一个长期的交易群 在这个高胜率机会分享群里面 我们主要将会做三个事情 第一个,专业老师全程带群 通过文字加图片 分享各个品种的高胜率交易机会 注意哦,十万代单的哦 第二个,专业教学 帮助大家梳理各个品种的短线中线技术面 第三个,专业解答 你的交易疑难问题 老师们都会给出专业的正确的一个答案 我们每天会直接在群里面 进行实时的图文策略分享 这样交易策略就能更加的及时清晰 一目了然 大家也都能跟得上 所以新关注的粉丝朋友们 如果你想进群交流 可以用微信扫一扫右边的二维码进群 或者说关注我们公众号 阿萨社区给我们留言 机会分享群 好,进群就OK了 下面回到我们今天早晚内容 市场行为包含一切交易所见 大家好,我是刘老师 今天是2013年3月10日 周五 OK,又到了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然后今天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数据 可以说是本周最重磅的数据 马上就要出炉了 什么呢 非农数据 OK,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迎来 这个本月的非农数据日 好 我们先来简单看一下这个数据 然后呢 我们再进入盘面 好 今天的话呢 这个晚间九点半 北京时间21点30分 公布美国的 这个二月份的一个非农数据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失业率 失业率前值3.4 预期3.4 好 然后呢 这个人口是51.7 20.5 好 OK 那么这两个数据的话呢 我们简单跟大家做一个 这个解析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人口的话 前值是51.7 预测值是20.5 那么这个预测值跟前值相差比较大 对吧 基本上我们可以确定 今天晚上的这个公布值 会有很大的概率 会小于这个51.7 所以就不用考虑跟前值比了 我们只需要跟预期值去比 所以呢 这个数据 跟预期值去比 如果是大于这个20.5的话 对不对 那么说明美国的什么 就业的情况很好 对吧 然后呢 就业情况好的话 就会继续推升通胀 所以呢 又会加强加息的预期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就会利好美元 相对的就是利空非美 好 那反过来 如果这个人数是低于20.5的话呢 那么加息的预期呢 它就要下来 这个时候呢 就是利空美元 然后呢 利好非美 好 那么这个失业率也是一样的 失业率也是一样的 3.4 对吧 那如果说你失业率升高了 对吧 你失业率升高了 失业率下降了 那么也是这个逻辑 你失业率下降 对不对 说明什么 说明美国的经济 进一步在好转 3.4其实已经是一个 非常非常低的一个失业率 大家注意 3.4 基本上是接近了 美国历史上的最低值 3.4失业率 基本上这个数值往下掉的可能性 很低 很低 那有可能 有可能今天网上公布的这个 实际值会大于 这个3.4 那这是我猜的 这是我猜的 所以这个失业率 跟这个加息预期 加息预期的一个提高 或者下降 也是紧密挂钩的 好 当然 我们这里呢 讲的只是一个 纯理论层面的一个 一个讲解 完全是理论层面的讲解 好 OK 那么我们就静待 今天晚上的这个 非农数据的一个公布 这个行情呢 肯定不会小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回归到这个 盘面当中来 首先 在开始讲之前呢 我们还是先来做一个 免责声明 今天我们讲的 所有的这个品种 四个这个品种 它的这个有效的时间 截止到哪里呢 截止到这个什么 9点半 有效时间 OK 好吧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常规了 常规了 所有的思路 有效期 截止到数据之前 OK 好 来 我们开始 这个 今天盘面 首先呢 我们先来简单 回顾一下 昨天的这个情况 昨天的话 欧元我们给的是一个什么 什么 弱势调整的一个空 对不对 弱势调整的一个空 破位空 那最终 这个欧元的话呢 没有去走这个 弱势调整的破位 反倒是越走 它的协率还在抬高 大家看到没有 对不对 后面的这个价格 再也没有踩回到这根线了 对不对 之前是这样的 之前是这样的 对不对 然后开始这样走了 对吧 就协率一开始很缓 变这样了 大家看到没有 是不是有个变化 所以它最终呢 是没有能够破位 这个欧元 然后英镑 英镑的话呢 我们昨天的思路跟欧元 大致相等 相当 有一个也是破位空 结果呢 这个位置依然是没有能够破下来 对吧 并且也是在走高 走高 然后呢 给到什么 给到了我们昨天的这个反压之位 对不对 给到了我们昨天说的反压之位 但是呢 这个反压之位 大家看 压制效果好像不咋地 对吧 你说它有没有用 有用 但不多 对不对 你看 昨天晚上价格到位 至今还在这里 下不来 对不对 下不来 所以呢 这个英镑 应该说 基本也没有多少的这个利润 这个位置 好 黄金 黄金 黄金的话呢 我们昨天 给出的是什么呢 是震荡 这个震荡 好家伙 这个 震荡的这个多 没给到 是吧 这个震荡的多 没能给到 这里没给 这里也没给 这里没给 这里也没给 看到没 是吧 所以呢 这个就 方向呢 是完全正确 但是呢 就是位置没有给到 不过哈 这个 待会我们再细说吧 好 然后原油哈 原油应该说是 昨天晚上 比较给面子的品种了 对吧 我们昨天 这个位置 空 然后上来 刷 没毛病吧 没毛病 这个位置 是吧 OK哈 所以呢 总体上来讲 昨天的话 那么 昨天呢 总体来看的话呢 是 欧元 没给到 呃 英镑到了哈 但是呢 就是 基本是 呃 平平哈 不赚不亏 黄金 没给到 哈 那么 原油哈 不错 哈 原油不错 那所以哈 昨天这一波的话呢 原油的利润 还是比较丰厚的哈 嗯 好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哈 今天应该怎么做哈 好 那么 首先 欧元哈 大家看哈 刚刚我们讲到了哈 这个欧元哈 上涨的这个斜率哈 发生了什么 变化 对不对 哈 一开始很缓 然后 诶 这样子 对不对 变化 好 那他没有去破我们昨天画的这个什么调整段 对吧 没破 好 那既然你没破 OK 啊 既然你斜率走高了 是吧 可以 没问题 来 我们就再画一根线 行 大致是这样吧 忽略一定的这个影线哈 我们把这个影线给它忽略掉 好 好 这个点 在这 好 OK 好 那么画这根线哈 目的是什么呢 大注意哈 画这一根线的目的是什么呢 哈 来 昨天哈 我们说这个调整段没有往下破位 对不对 啊 现在 斜率往上变大了一点 啊 那么我们画 再画这一根线 好吧 啊 代表着当前这一段上涨的一个角度 对不对 啊 OK 好 那我现在我们看一下啊 啊 这一段上涨对于前面这一段下跌来讲 它的意义什么 啊 究竟是 反转了 还是指线反弹 对吧 啊 啊 那么就能够定义哈 这个位置画它出来是干嘛的 如果说这一段 啊 如果说这一段啊 啊 它是反转 假设是反转 那么我们应该干嘛 我们应该是回调 接多 对不对 如果这一段啊 还是前面的这个反弹 那么我们应该干嘛 破位 空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这一段的啊 定义啊 就决定了我们的操作啊 那么我们怎么来判断啊 这一段啊 现在这个到底是要反转了 还是说它的定义还是反弹 对不对啊 通常呢 我们有以下两个方法 第一个拉飞波 啊 目前呢 这一波的这个 第一个拉飞波啊 那么目前呢 这个是刚过38.2 大家看到没有 对吧 刚刚过一点点啊 好 那38.2的幅度 能构成反转吗 构成吧 对不对 好 好 我们再看 整体上啊 虽然说它的这个斜率 是确实发生了变化 但对于前面这一段 下跌动能来讲 它的这个 整体的一个什么 还不是很大 对不对 从这个动能来讲 斜率其实并不算很大 好 这是第二 第三个 它有没有去破一个 关键的位置 啊 这一段上涨 有没有去破一个 关键位置 就是前期 这一段下跌的 一个什么 关键位置 破没破 来我们看一下 啊 标记一下啊 对于欧元来讲 前期啊 有一个关键位置 什么 在这里 嗯 再看啊 为什么说 这个位置 是关键位置呢 再看啊 前期这里 是不是有一个什么 支撑位 对不对 然后打穿 所以 现在这个欧元啊 其实又到了什么 一个反压支位上 啊 那么 这个位置 不破啊 这个位置 不破的话 对吧 我们刚才说 飞波啊 从这个 斜率角度 从关键位置啊 三个维度去看 当前这一波 我们的定义 还是什么 反弹啊 它还不构成反转 啊 大家注意啊 这一波 还只是反弹 还不构成反转 啊 如果说 在今天的这个波动当中 这个位置被突破了 啊 阳线 拱上来了 啊 OK 那这一波啊 反转 就完成了 对这一段 下跌的反转 啊 所以呢 今天这个位置啊 争夺就显得 尤为的关键 啊 所以呢 我们今天这个 欧元的思路啊 有两条 啊 你看好 我们今天讲一个欧元 讲了那么久啊 就是因为今天的欧元的细节 值得拆解 啊 有两条 第一条 在后续的行情啊 在今天后续的行情波动当中 如果说欧元把这个位置给破掉了 啊 破了这个位置 OK 那么我们就认为啊 下跌 调整 结束 啊 要延续了 啊 延续下跌 啊 如果它往下破 啊 反过来讲 如果往上破 啊 一根阳线 捅起来了 好 那 这一段 下跌 结束 这个位置 就变成了反弹 变反转 啊 就这样 啊 就变成了反弹 变反转 啊 所以呢 今天这个欧元 下破 做 调整 破位的空 上破 做反弹 变反转的多 懂了吧 好吧 朋友们啊 今天啊 我们针对欧元 做了一个拆解 啊 因为我相信哈 可能会有很多朋友 在这个地方 会有点 迷糊 啊 哎 这个地方我到底 它是 它是要反转的呢 还是什么 还是要 这个反弹 后面还要跌 对不对 啊 拦捏不准 啊 我们通过三个维度 啊 去对比 那现在 当前这个情况 它还只是反弹 但是也到了一个 关键位置的争夺了 对吧 啊 也到了一个 关键位置争夺 啊 所以 破下来 它就是反弹 往上对 它就是 反转 OK 啊 所以哈 大家以后呢 去判断哈 这个 一段行情 它对前一段 到底是一个调整 啊 还是一个反转 我们通过三个维度 一个飞波 啊 对吧 一个什么 这个斜率对比 角度对比 啊 一个前期的 关键位置 是否一个突破 OK 三个维度 啊 好 那么这个是欧元 啊 好 然后 英镑啊 英镑这哥们呢 哈 怎么说呢 啊 就显得 啊 有点 啊 怎么说呢 哈 有点扭捏了哈 首先啊 英镑呢 很明显哈 这个 这个角度变化 比欧元更大 对不对 哈 欧元还是 这种 对吧 啊 英镑是 这种 是不是 大家看到没有 碰 这种 啊 很明显啊 这是两个 很大的一个区别 啊 所以啊 其实也正是因为 这种上涨哈 所以就让昨天 这个到了反压之位以后 啊 价格就不大约下来了 对吧 啊 好 那么 今天哈 我们这个英镑呢 哈 是这样子做 大家注意哈 来 我们现在哈 把这个区间给它画出来哈 就是今天英镑的思路呢 和 这个 欧元哈 其实差不太多 啊 方向哈 也是其实有两个方向的一个操作 啊 但是呢 两者啊 他们的一个 逻辑啊 是不一样的 大家看一下哈 首先啊 我们先把那个反压之位 大家注意哈 我们把前两天讲的反压之位去掉 啊 没有了 OK 啊 现在价格对这个反压之位 既然不敏感 对不对 那既然你不敏感 我就不要你了 啊 不看你了 OK 啊 好 来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 呃 英镑 啊 这个位置哈 我们把这个英镑这个位置哈 高点低点给它标记出来 对不对 那么现在呢 这个英镑进入了一个短暂的震荡 对不对哈 空间不是很大的一个短暂震荡 对吧 好 那在这个位置走震荡的话 哎 而且还是一个什么相对较小空间的震荡 那大家懂我意思没有 是什么 该怎么做 对不对 是不是 也是上波 下空 是不是一样呢 啊 所以我说具体操作上 哎 这哥俩欧元跟英镑 啊 基本一致 但是逻辑不一样 啊 如果说在今天后续的行情当中 这个英镑 往下 破了 OK 空 啊 空 啊 如果在后续它往上拱破了 那就多 啊 那就多 啊 同理哈 大家注意哈 呃 我们刚刚说说这个欧元 对吧 定义它到底是反弹还是反转 是根据当前这个位置的上破下破 对吧 英镑 这个位置啊 英镑这个位置大家注意啊 跟欧元啊 它不是一个定义啊 即便这个位置英镑上去了啊 即便这个位置英镑它上去了啊 但是也不会说改变这个趋势 好吧 啊 啊 这个上去的多啊 顶多是个短多啊 啊 但如果是这个位置下来的空啊 啊 那就是继续顺大趋势的空啊 啊 就这个意思啊 啊 即便这个英镑上去了 还是要找空点 大公共意思吧 啊 这个可能这个多 可能你拿一段 假设啊 好 上去了 可能拿一段 啊 到了某个位置 你还得空 啊 但是呢 如果是下来了 啊 那可能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 啊 大家注意啊 这个是逻辑层面的不一样 好吧 啊 大家不要觉得说啊 哎 都是一样嘛 对吧 有多有空 是吧 那我懂了 对吧 逻辑不一样 啊 OK 逻辑很重要 欧元上去了 那是反转啊 下来了 就是延续 英镑上去了 还是延续空 啊 下来了 更加空 啊 这个是区别 OK 大家注意啊 好 那么这个是英镑 好 黄金 哎呀 这个黄金啊 嗯 昨天呢 我跟大家讲到 对吧 我的这个 上面的单子都出了 留了个底仓 对吧 我在赌啊 我在这个 学学 哎 黄金啊 呃 我在赌什么呢 赌双底 对不对 哎 万一这个双底走出来了 那你说是不是 我又可以加回来吧 仓位 对吧 啊 这个哈 当然哈 这个没有 我说过了哈 没有任何的 这个 叫做 呃 逻辑支撑 啊 这个双底 能走出来 是我的运气 走不出来 那那我就认 啊 反正我不亏了 对不对 啊 所以呢 我就让他继续跑啊 目前呢 哈 还没加仓 啊 昨天这一波哈 其实有考虑过 啊 有考虑过 啊 但是想想的话哈 这个 呃 这一段哈 右侧哈 相比之前那一段哈 没有那么的明显啊 呃 关键的位置呢 其实破的也还不是那么明显 所以呢 他暂时还没有加 还没有加啊 好 那么今天的话呢 我们这个 来啊 黄金应该怎么做呢 啊 今天这个黄金哈 有点意思啊 好 来看 来 啊 黄金啊 这个位置呢 我标记了一个高点跟低点啊 那么这个高点跟低点呢 大致是100个点的一个 什么啊 100个点的一个啊 区间啊 好 大家注意哈 这个标记出来又跟英镑不一样了 啊 英镑是个小区间啊 不够做的啊 但是 黄金哎 这个100个点的区间短线够不够多 够了吧 对不对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思路是这样子啊 黄金下来 多 到这 多 清楚吧 OK 啊 清楚吧 大家注意哈 黄金啊 今天如果下来这个地方多 好吧 啊 并且呢 我特别附赠一个非农的一个小提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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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 大家注意哈 如果说今天非农数据是利空的啊 就利空非美的话 黄金下来了啊 啊 那么这个位置有机会多啊 供大家参考 今天是个特别放纵的福利啊 平时这种哈 只有我们内部才会有知道的哈 非农应该怎么做啊 今天大家可以放出来 如果再说一次 如果说非农数据 利空非美 黄金下来啊 这里啊 是个多 这里 是个多 OK 好吧 特别放松 好 短线的话呢 我们还是回归一下哈 这个位置下来 今天啊 短线啊 多 接多 OK 啊 非常不错的机会 短线啊 好 然后原油说一下哈 呃 原油的话呢哈 这个 昨天哈 反弹 继续下跌 创了新低 是吧 好 OK 我们看一下 首先啊 其实在整体的这个结构上 啊 再看哈 整体的结构上 来 再看一下 整体的结构上 哎 上去 下来到这 好 这个时候 大家想什么了 看一下 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 啊 内回挡吧 来 飞波 拉一下 好 再看一下 到哪了 到了吧 啊 内回挡 76.4 到了吧 所以呢 我要说什么 啊 你们猜一下 我说什么 啊 对不对 帮我把这张 这个飞波画出来 啊 位置标记好 你觉得 我们大 你们觉得我会说什么 啊 是不是内回挡多呀 对不对 啊 啊 啊 对吧 其实还用猜吗 对不对 我基本是名盘了吧 名牌了 对不对 啊 没错哈 是的 我就说这句话 啊 没错 啊 OK 啊 那具体怎么去落地呢 来 当前这个位置啊 首先价格到没到 到了吧 对不对 价格给到了 好 那现在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 是不是亚盘 对不对 好 我们讲过 亚盘这个位置啊 对吧 对于原油这个品种来讲啊 它不是交易的活跃时间段 所以呢 啊 啊 又来了 什么 激进的 啊 又开始了 啊 激进的 就现在 啊 就现在这个价格啊 多 你就可以进了 啊 对吧 啊 不错过吗 对不对 那稳健的呢 啊 对吧 欧盘开始 啊 欧盘开始 信号 出现 太多 对不对 啊 至少等到欧盘啊 啊 这个市场活跃了 OK 你就多它 对吧 啊 现在啊 是一个交易清淡的时间段 啊 如果我们要是多须说美日 做澳元纽元这种啊 这个当本地国家的市场已经开盘了啊 这个时候没有问题啊 但是像原油这个品种啊 包括像欧元英镑这些品种啊 为什么总得跟大家讲啊 现在是交易清淡的时间段啊 还没到他们活跃的时间段 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进场的机会啊 可能不一定是最好的 对不对 啊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啊 OK哈 那么这个原油啊 是这样的一个操作啊 位置肯定是给到了 啊 那就看你是选择啊 不错过 我现在直接进 还是说 等到这个欧盘啊 市场活跃以后啊 信号出来了 我再进 啊 任君选择啊 各自负责 就OK了 好吧 啊 啊 啊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早盘啊 呃 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非农数据日啊 那么大家哈 注意好手中的这个啊 策略的啊 单子的一个封控 好吧 啊 然后在做好封控的前提下 去赚取自己的利润 OK 好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早盘哈 大家今天啊 周末愉快 下期一会儿我们再会 拜拜